3月15日 为救赎者而颠覆 耶稣在迦达拉 遇见两个被鬼附的人 他们喊着说 神的儿子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时候还没有到 你就上这里来 叫我们受苦吗 马太福音8章28到29节 魔鬼在这里得知了一个秘密 他们知道他们是灭亡的 他们知道上帝的儿子 将是胜利者 但是直到发生了 他们才知道 在最后的失败到来之前 基督就来了 基督不会等到战争结束时 才带领他的军队来参战 他已经开始带领一个颠覆性的力量 进入撒旦的领地 他已训练了一个生命小队 来进行勇敢的救援行动 在最后至关重要的胜利到来之前 基督已谋划了许多战术的胜利 由此产生的战时心态是这样的 既然撒旦的毁灭是肯定的 而且他也知道 当他诱惑我们跟随他的时候 我们就能一直以词提醒他 我们能嘲笑着说 你一定是疯了 谁会想要与失败者联盟呢 教会是这世界的神 解放出来的敌人 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 我们是游击队和牛蒙 我们是起义军 抵抗空中掌权者的颠覆性王国 以弗所书二章二节 虽然这是不安全的 但是它是令人激动的 许多人丧命 撒旦的力量 一直在监视我们颠覆性的行动 那些奋战而死的人 基督已经保证了他们的复活 但是他没有保证舒适 或是被这世界接纳 或在敌人的领地里昌盛 在替指挥官执行任务的队伍后面 许多人已欣然地 献出了他们的生命 我不能想到有更好的方式 活着或死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